看一下美国街边的寻猫启事 Missing cat named Lattie 丢失的猫名字是Lattie 这是猫的照片 Two years old, eleven pounds male cat 两岁那么老,十一磅的雄性的猫 Last sin Sunday evening, February 2nd 最后一次看见是在星期天的傍晚 2月2号 Is food motivated and will come to a whistle but may be scared and not responsive right away 它是食物驱动 Motivated 是食物驱动的 就给它吃的 给那条鱼它就跑过来 给它吃的它就能跑过来 食物能够驱动它跑过来 并且呢,它将来就走到你的身边 To whistle是吹口哨 你一吹口哨它也会过来 但是呢,可能被惊吓 可能会胆子小被吓到 并且呢,没有回应 并且没有马上回应 就是你要吹一个口哨呢,它就过了 但是呢,它会很谨慎 对吧,它害怕你抓它也什么的 所以呢,并不会马上有所回应 但是它会走过来 Luckily, he is stuck somewhere near the block of Jersey Z, Sanchez, Vicksburg, 25th 可能的,它被粘在 这个stuck是stick 这个词的过去分词被动 可能呢,它被粘在某个地方 在这个街区 block街区 这几个街区 估计有那种粘书版吗 粘老鼠的版把它粘住了 light gray and white coloring blue eyes 轻淡的,这个light指的光线 也可以指轻的,什么东西很轻 这里是浅的,浅灰色和白色 这个color颜色 blue eyes,蓝色的眼睛 If found or seen, please contact 如果被发现,如果发现了 这个是被发现的意思 如果补全了,就是说 If it is found or seen 或者说 If the cat is found or seen 如果这个猫被发现或者被看到呢 请联系 Stephanie 这是一位女士吧 Anthony Anthony是男的女的 安东尼是男的 所以这是寻猫启示 如果谁发现 这个猫呢 可以给它的主人打电话 哦,但是它没有赏金 我记得以前这边 有一条狗 它的赏金是一千美元 后来涨到了七千 好了,再见 拜拜 拜拜 希望这个小猫能够早日找到吧